Hello,大家好,我是庞老师。 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新加坡小学五年级数学经典问题系列视频。 讲解中,我会尽量还原做题思路,帮助大家提升解题水平。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整个系列的第36题,让我们一起来看题。 A piece of string of length 704 centimeters was cut into identical pieces, 704厘米总长的一根绳子被分成了等长的,一段一段的,小段的绳子。 Ten cuts were made on the string to obtain the identical pieces. 好了,一刀两段,十刀十一段。 所以说呢,我们一共分成了十加一等于十一段的小的绳子。 那么每一段呢,是704除以11, divide by 11,它是一个平均分配的。 所以因为每一段是什么,identical pieces,704除十一。 所以每一段的长度是64个厘米。 这时候我们已经求出来了。 What's the length of one identical piece of string? 好了,问的就是我们求出来的这个数字。 所以说整道题就被解完了。 那么这道题的核心是什么呢? 是一刀两段。 然后呢,十刀分成十一段。 我不知道这个段子,这个一刀两段的段子是不是,是不是这一个段子。 好吧。 整道题为大家讲解完毕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转发,并关注我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转发,并关注我的频道。